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去年成为了国际级演员 我记得他的毕业制作好像也有入围 多伦多 对 国际级演员 所以跟他合作的时候我超安心的 你不要这样子 不要太好了 你现在有没有又感受到捧杀了 有有有 不要捧了 我大概五年前 那个时候是INFJ 前几个月测变INFJ 我是属于看到电话会觉得很困扰 谁打电话给我烦死了 不要打 赶快停 应该是Iron无误 你有测过吗 有 你是 INFJ 我也是看到手机有人打电话来 我可能要滑手机 打电话一来我就 他想我 一挂掉我就继续滑我的手机 对对对对对 我也是这样 现代人每天都盯着手机看 没有漏接这回事 只有故意不接好吗 我觉得巨蟹会跟你同理 是 同理你的遭遇 对不对 嗯 你愿意听朋友们在讲他们的状况 可是如果听到后来要跟你借钱呢 如果 看忍 这么突然 看忍 如果 如果真的值得信任我会借 我会借 我会借 你不要责任承诺哦 我不会借 我不会借 不要打电话给我拜托 反正你不会借电话 对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唐祥谈心事 我们现在已经是8月下旬了 19号 之前有说过 我觉得8月也是一个关键月份 当然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太阳在狮子座的时候 而且太阳跟水星逆行的水星 现在正在相合当中 而且这次水逆在我们的墓前 是在狮子座 我们难免会想到 往日恋情 青春年少时光啦 或者是我们曾经有过的辉煌岁月啊 Old Fashion的时尚单品又拿出来用一用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最重要的还有 你换手机了吗 因为3C产品很容易故障的关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形象就是 火星木星的相合 这也是月中的重头戏 但幸好我们现在火木已经出相位了 虽然出相位 但你有没有觉得 众说纷纭或八卦满天飞 各说各话的情况也蛮严重的呢 那当然火木在双子座 它也凸显了我们人际关系哦 所以你可能就要表达立场 要选边站 8月下旬还有一个就是天王星停滞 因为天王星快要逆行了 天王星停滞呢 当然就会让很多天王星型的东西都被震动了 所以你身边一定怪胎被除 如果你身边没有怪胎 没有关系 水瓶座人也算是天王星 那你身边有没有一些水瓶座很惹你的注意呢 他们最近很活跃 还是最近动作频频 而且今天月亮也在水瓶 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之一 就刚好是水瓶座 而且冥王星进水瓶以来 我很想问我这位老朋友 对我跟他是老朋友 水瓶座的涂善纯 哈啰大家好我是涂善纯 老师好哦 虽然你很年轻 但是是我的老朋友 还有巨蟹座的张峰好 哈啰大家好我是张峰好 我巨蟹座 你们两个差几岁 我29 25 24 这一次奥运很多选手都29岁 真的吗 戴姿影啊 王麒麟啊 李洋啊 还有林玉婷啊 他们都是 今年呢就是土星回归年 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啦 所以待会也要问善纯你的转折点是什么 因为有些人在29岁的时候 可能会忽然换工作 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创业 有人会在这个时候结婚 就是我们说的人生很重要的转折 那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 我们一般来说都会对自己的表现不是很满意 或你要告别一个土星周期了 你对前一阵子的努力已经得到了一个成果 然后接下来要展开一个新的努力过程 这就是29岁 所以你还没有到 没有关系 你现在是另外一个阶段 那我们先来问这个29岁的善纯 你感觉到这个阶段感吗 我觉得确实 因为毕竟29接下去会接三开头嘛 你会算人生你到底完成哪些事情 你会觉得好像要再多加油一点 对 但我觉得遇到谈一场完美恋爱 算是一种礼物的感觉 OK 所以你在29岁的时候端出这个东西 对 你觉得有对得起你的29岁 对 我跟大家分享 我的29岁开始学占星 多莫重大的一个事情 你现在觉得说 唐老师你的事业就是建立在占星上 然后我告诉你 那就是我29岁的时候做的事 那个29岁之前 我经营一个录音室 然后本身也是配音员 那时候收入也蛮高的 也没有不成功 可是就觉得不足 好像还欠了一个什么 因为老实说 经营录音室它有可能会倒 然后配音 哪天嗓音哑了 我也做不来这个工作 我觉得它依然让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学占星本来是把它当兴趣 没有想到后来变成我的事业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29岁的时候压力很大 但是29岁的压力会让你做出一些事情来 那25岁 25岁就是他刚过24岁 对 24岁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年纪 虽然所谓的24岁是本命年 假设啦 谈恋爱遇到真命对象啦 或者是忽然间也有一个人生的很大转折 或很大冒险 那你去年有吗 他去年成为了国际级演员 因为我去年有一个作品就是有进了柏林营站 然后就有去 你看24岁 酷 我在24岁确实也接演了《谈一场完美恋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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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难怪刚刚善存一开始就说 他现在是国际演员 对 你是在讨侃他还是在羡慕他 没有我是觉得跟他一起合作是开心的 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 就是看他就是毕业制作 他是导演 的那部片 然后我记得他的毕业制作好像也有入围 多伦多 对 哇 国际级演员 所以刚刚善存一说我超安心的 你不要这样子 不要怀懋啦 不要怀懋 那个丰豪很明显的 木星的诱惑来了 比如说旁边的人都 看好你 称赞你 或者是一直捧你 这叫捧杀 你要小心 他本身是自己制作 他不会得意忘形啦 他不会 捧杀是冲着得意忘形的人来 他可能就觉得 我果然是很厉害 懂吗 那这种就开始要掉下来了 这就是占星教给我的智慧啦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12星座在恋爱中向往的完美姿态是什么 那你们两个今天带来的作品叫 谈一场完美恋爱 什么时候播出 8月12号 所以已经播出了 对 每个礼拜一会准时更新 在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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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Line TV Friday In 对 哦 Line TV也看得到 看得到 那简直就是大家都看得到 对对对对 好 那是嘎嘎嘎嘎嘎嘎这个平台做出来的 是 哦 对啊 是BL啦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在戏里面呢 赞存你演的就是一位歌手 对 本来是跟哥哥组团 对 结果哥哥意外过世了 那于是他就隐退了 度过了一段颓废的时期 好适合你的角色哦 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真的哦 真的 你觉得你最喜欢他哪个部分 呃 强仪代仆的部分 哈哈哈哈哈哈 强仪代仆 叫哪个部分 当船长吗 他有一段颓废的时光嘛 虽然很短 在剧情的开头 但那时候看到剧本的时候 我就跟导演聊说 因为其实 原本BL剧 大家都还是希望 比较唯美一点 画面感要美 但是我跟导演讨论说 因为颓废跟遇到小海之后的改变 希望把它区隔开来 反差要大 对 所以我就跟导演说 我们可不可以 尽量让我越狼狈越好 所以可能可以留个胡子啊 留个稍微长一点的头发 对 然后他就一直讲说 他自己是那样的 所以其实是 你在主导导演咯 我跟导演讨论了 非常顺畅 导演什么星座 巨蟹座 也是巨蟹座 巨蟹座的情绪渲染力是 一等一的 嗯 简单讲就是 如果巨蟹座冷着一张脸进来 我觉得全公司都会有感觉 确实是 对 就很常被说 你是不是在 因为什么事情在生气啊 公司都会这样 是是是 我觉得我们水象星座都有这个能力 我是天蟹座 我常被人家说你不要瞪我 我真的满脸迷惘 我哪里有瞪你 哈哈哈哈 OK 所以你就是那个 反差的角色 封豪你演的小海是天才的 呃 作曲者 作曲人 作曲人 对 所以他就又因为遇到你 人生产生了改变 对 所以你是救赎他的人 是 他也是救赎我的人 呀